结构式护肤时有讲到 结构式护肤最外的一场是什么 皮脂膜嘛对吧 我以前有说到过皮脂膜 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容易破坏 过度清洁和过高的学问对不对 那过度清洁什么会容易 引起这种过度清洁呢 用力游说还有一个碱性物质吗 所以说你想破坏你的皮脂膜 很简单啊 回去洗香皂 洗衣粉洗衣脸 皮脂膜马上就没 很简单 但是你想搭建的话真的很难 那我们这款截面 它是绝对绝对不会的 因为我说了这款截面 但是在所有产品当中的SKU当中 其实它的比重真的还蛮低的 就不会把更多的科技放在截面里面 可能会集中在精华 双货乳液里面对不对 但是我跟大家来讲 我们每一支单品 它都是非常难打的 这款截面首先它第一个 我说它非常不正确 是因为它的均 就是亚洲水生植物保湿因子 那么这个亚洲水生 亚洲水生植物保湿冰萃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就可以去帮助我们皮肤 先搭建皮脂膜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 我现在其实在清洁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考虑到 就要去搭建了 但我跟你们讲 我们没有仅仅想到这一步 因为接下来 这边老师再跟大家去介绍 我们这个产品的卸妆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我们搭建皮脂膜 是从卸妆的时候就开始了 哇 对 然后到护肤 随着我们第一个考虑 我们皮脂膜不要含护白料 然后能够有效的清洁 那么第二个 我们运用的是一个植物性胺基酸 清净的系统 以及不光明精粹 它们都是非常有一个 非常好的植物性的 一个清洁的系统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洁体 那么并且我们有考虑到 我们皮肤表面会有一个被生态系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左的这个位置 添加了一个三级复合体 以及我们这个里面 有添加到钻石粉末 为什么 因为钻石粉末 它具有有本质的效果 对吗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安全的 我这么跟大家说 如果说我们在座各位 以及我们旁边的自己的客人的话 如果说有人你们 等会说 暖花系流好像很无感的 然后你必须要买一样的话 剪面露 真的很好 而且不贵哦 很便宜